好你刚刚看到了 郝市长他说他很满意 但是担任台北市政府顾问的 东华大学教授施振峰 为了要抗议市府强拆文理院的蛮横作为 就在怪手拆王家的那一刻 宣布他要辞去顾问的职位了 而王家人擦着眼泪说 打完了光荣的遗仗 希望能够将这些遭遇 透过影像和文字散布出去 好让更多的人知道 政府是如何暴力对待人民 网络上面大量的热心网友 也提供了线上的现场直播 在PTT引发了热烈讨论 但是八成以上的发言 都是反对政府的强硬手段 而伊甸市呢 从凌晨开始就进入了王家 独家误解的警方是怎么样理应外合 在门外驱离了抗议的民众 然后翻墙进入了王家 再由消防队来捡开门锁 敲破大门 王家人是如何一个一个哭着 被强行带走 拍摄的过程当中 警方不断要求记者离开 但是我们的摄影记者何纯辉 还有张晃为 不畏强权的完成工作 不仅是抗议民众在旁边喊加油 就连现场的立委林淑芬 也用手机 弃入了这一刻 王家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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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掉下去不得 王家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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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拉他 拉他干嘛 我拍完就是走了 但是我急性掉下去 我能掉下去 你们是要抗设吗 麻烦你下来 我麻烦你下来 你要怎么不能拍的 你跟我说嘛 一电视已经算是最猛的了 警察架着这个楼梯 上去要抢他的机器 要抢他的机器 那一电视的记者回应他说 你说嘛 哪里不能拍 有什么东西是不能拍的 射击手 伴手 你脚被拉 我脚被拉 不要动 好 好 来 再十一双 十一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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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双 bene 속 完蛋 自己 你也是 推 わ creo 不要跑 不要跑 不要离开 加油 加油 加油